大家好,我现在在酱油五度 老邀请我吃这个香巴鱼 我们点了一条花莲,点了点三国锋 花莲是18块钱,三国锋三十二 价格来说实话,很公道 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可圈可颠的 首先就是这个鱼的颜色 颜色就是整个汤料的颜色 红的很酥脆 等下我腰尖的 你们四周整的一个 里面炒料是香的吗? 这个是全青鱼的 所以说这个 其实周围就是,我看了哈 周围就是有他们这家鱼 为啥时候整好? 我觉得最早要说的就是货的价格 而且就是价位这些比较合适 像我们这条鱼是可重的 我们这条鱼四斤多,四斤二两 四斤二两 你还点了一斤吗? 两斤? 两斤三个吧 数下来也就费了块钱 我们一过来可能也就是四十块钱左右 说实话,比如说 江游这边的鱼匠比成都要便宜 成都现在就要把鱼匠吃包都要花了 如果又是大家二天 想在将有无途来的话 可以在上场鱼区 如果是想学习这个鱼的做法呢 就在下面我的鱼区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想学习的话 我也会教你 因为毕竟对于我们出现鱼 人家说的话 鱼我肯定会教你 但是具体的经营方便了 比如说还是要像鱼匠 因为炒料出来 外边比其中 花椒、海椒、香料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也经营 是靠国家人的 对 当然也说 我们吃了之后 就要加薯 加豆腐 这边豆腐也八十 这边豆腐嫩 八十 大家好 我是老姚 今天来请我们师傅 还有他们的声音伴回过来 主要是帮我改变一下 这个钱不钱的这个视频 我视频呢 说实话 拍了一两百度了 现在不温不复的 也想很快的 有所变化 不然的话呢 这个是我的手工海椒面 也没得很好的宣传 所以说 喜欢的朋友们 多多关注老姚 回居里 说实话 现在拍视频 真的不像以前 谁来拍个片子 都有人拍 现在真的就是要求 要拍摄的 色彩 金座 像说 这都是技术方面 会处理的 更重要的是内容 就是要内容的打造 才是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 为啥这么愿意来打造老姚 其实是以正为本 我觉得老姚这个人 是最大的 八十百万 明天早上 我给大家拍个视频 就是看一下 拍点化学 给大家看一下 老姚后一步 准备改善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号 感谢观看